我为了你想要谈这个问题 我特别把普丁啊 在前两天的这些谈话 从头到尾那么厚厚的一叠啊 从头到尾看得非常的仔细 我说实在 你看完之后你一定很有感触 对非常有感触 因为平常政治人物 我说在台湾的政治人物经常不用工 这些事情 他们就只是看新闻的标题 就开始出来哇啦哇啦讲 可是呢 对内涵的部分 很少去仔细看他的原本是什么东西 小柱子看完了 所以我昨天看完这个普丁的整篇的谈话 当然我们就说 我们就算我们不听片面之词好了 可是无可否认的 今天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 是跟我们一般外媒想象是不一样的 他几百年的这个历史是相连的 而且他的这个历史啦文化啦各方面啦 几乎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看完了普丁的这篇话 我觉得普丁是充满了满心的委屈跟不平 才有今天这场的一个事情的发生 因为苏联自从解体之后啊 我特别要提到一件事情啊 就是他在这个里面讲的 那事实应该也是如此啦 就苏联解体之后 那么 那么俄罗斯跟乌克兰也特别跟大家讲过 苏联曾经欠的欠债高达一千亿美金啊 那么他说这个应该到底说有各个同盟国 大家一起来分担按照比例来分担这个欠债啊 但只有在2017年时候 其实有俄罗斯全部把这个债都还清了 那还清之后呢 他当然也就相对的要求 就是苏联以前在各国的 不管是黄金这个储金也好啊 是其他的物资啦财产啦 那么是不是也就应该是归俄罗斯了吗 就好像你的继承遗产 你继承债务 然后那财产呢 你其他兄弟姐妹给分掉了 没有道理 这没有道理的 所以那也是按照这个情况 他认为说那就也是那个了 所以也跟乌克兰签了一个 一个等于说一个协定啦 那就是说他必须放弃这个 但是乌克兰也签了 可是国会没有同意 国会没有同意 也就是乌克兰就赖皮了 那赖皮以后 当然对啊他看起来说 你只要求一切的权利 而你没有尽义务 而且你还跟他索赔啊 跟他要求这个要求那个 他他也都尽量去满足乌克兰的这个需求啊 所以这是一件事情了 另外他认为说在 他还有个委屈就是觉得被骗 那就被这个北约了 被西方国家骗 当时你说答应他 说不再东获 不能够不能够北约不能东获 但是五次都东获 他那你到底是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 这个受欺负受骗 那忍无可忍 就像人家讲说 你把一个大国逼到一个绝境的时候 他的反弹是必然的了 所以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复杂的因素在里面 我们讲的也许还不够深入 但是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 他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啊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所以我如果仔细去思考 就知道这个战争的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去了解一下 才能够仔细的去观察评论 甚至比较 像你刚才讲的 对台湾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啊 那么所以我还特别把这个普丁里面 讲了这些话了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 就是第一 他等于开始讲 他就再次强调 他说我要再次强调 对俄罗斯来讲 乌克兰不仅仅是个邻国 乌克兰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是我们的战友亲人 其中不仅有同事朋友 前同事还有亲人血缘亲情 以及与我们有联系的人 这个两岸一家亲嘛 没错 他这两国是一家亲的嘛 所以他这有中间有很多的渊源跟历史 可能我们要更深入去了解一下 但我们在我们在台湾啊 现在几乎都是呢 都是寻在西方媒体的叙事风格 从西方的视角在看待国际事物 西方的西方的视角 长时间因为他掌握了国际的话语权 所以西方的视角 西方的叙事风格 带着某种道德的优越感 对 这种的道德优越感觉得我讲的都是对的 我讲的都是都是真理 我是至高无上的 我的信仰呢是不可侵犯的 而是跟这个信仰相违背的另外一方呢 就就是妖魔鬼怪 对对 好但是他碰到这种的极端的冲突的时候呢 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比较平衡的视角 所以这两天的时间 为什么我们有必要去多了解一下俄罗斯的视角 对 俄罗斯的视角如果不只是他这篇的演说 对 你把呢普京呢最近包括他的头 头书他自己写的写的长文 那个非常长的长文 一样就是他在呢讨论了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历史性的统一 对 他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你会有惊人的发现就是 他的叙事的逻辑 我简单讲俄罗斯的主张呢 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俄罗斯乌克兰跟俄罗斯呢 就乌克兰跟现在俄国呢 同属俄罗斯的一部分 对对 好那呢 呃 换句话说呢一个俄罗斯呢 必将必将必将统一 嗯哼 然后他在讲到俄罗斯呢 跟乌克兰的历史的渊源的时候呢 那就是一个俄乌一家亲 跟我们在讲两岸一家亲 对对对 文化语言啊这种的血统政治历史 基本上面都有都有同渊同渊性 所以他说呢我们其实呢是同源的 对这种呢一个俄国的概念 两岸一家亲的概念 嗯哼 其实你怎么会说台湾跟大陆现在的关系 跟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关系 是不一样不能够类比 完全可以类比 只是看你要选择怎么样的视角 你选择西方的视角 当然我们跟跟乌克兰 语言文化都不一样 可是你对应的 那个大的那个氛围是一样的 对 好当然我想我想这两天的时间 尤其昨天的这个时间呢 那俄罗斯的行动呢就开始了 这个俄罗斯的特别行动 到现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 其实俄罗斯已经掌控了乌克兰 嗯哼 在军事行动上面 俄罗斯这次的军事行动非常快 嗯哼 非常的有效 对 他同样的会让台湾的军方 会有很大的 很大的压压压力跟紧 就是速战速决 速战速决 对 你会呢 你会你会看到导弹从你头上飞过 你会听到呢 防空警报的声音 整天呢都都都在叫 每个城市的上空呢 你都会看到呢 大量的军机编队飞行呢 飞飞过去 但是没有遭遇到地面任何防空炮火 对 或者呢 乌克兰的空军的反击抵抗 都没有 乌克兰的三军里面的海军跟空军 在开战之后不到两个小时就就瘫痪了 第一时间的时候呢 他的雷达也好 甚至于他的很多的很多的通讯系统 都已经被被破坏了 他根本没有能力呢 去对抗俄罗斯的部队 所以战争呢 其实昨天早上的两个小时左右 基本上面就结束了 解决了 接下去就是地面部队的快速推进 同样的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 他已经进到了基辅了 进到了基辅 难民大量的出出现 然后呢 在基辅的包括呢 包括乌克兰国防部被炸等等 这些呢 都已经是后续的事情 简单讲 昨天呢 开战前的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战争基本上面就结束了 对 你不要认为两岸之间的战争 会跟这个不一样 当然我也 我也认为不会完全一样 可是 差不多 好 那有关于军事战术上面的东西呢 今天我们不是讨论的重点 我要你 我想 我想这两天的时间啊 你也看了很多的这些呢 战争啦 战场上面的新闻 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说 战争是 最好不要发生了啊 这个战争是很残酷的 这不是看电影啊 看电影好像 看看完 然后那是演电影的 讲故事 可是不是啊 你个活生生的这次的例子啊 你看那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一个战争 当然就会想起了台湾 也许我们还有很多台湾人认为说 那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我们隔着台湾海峡 是不是 那他是那个土地紧连着的啊 所以他要坦克车过来就过来了 碾压就碾压了 所以他可以速战速决 他如果说我们隔着台湾海峡 所以我们不怕 我们还有美国的支持 我真的很想请问呢 这个美国在这次 对于苏俄 这个俄罗斯打这个乌克兰 他到底出兵了没有 他保持态度是什么 我们看看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嘛 我觉得美国是很希望 他们这次打起来的 因为他这个俄乌两国的一个战争啊 对美国是有很大的一个利益 可以收获的 他就开始做制裁 所以他的这个天然气啦 石油啦 各方面啦 我就必须要向美国去买了 他可以卖军火 乌克兰卖军火 所以最大的获益者是美国 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事情看起来 同样看你刚才问到了说 台湾跟乌克兰一不一样 有的认为说一样 有的认为说不一样 刚才您特别提到说 其实是一样的 两边的关系是深 我们跟中国大陆的那种 大家两岸一家亲的历史血缘了 除非当然现在政府是拼命要切割这个期待了 就我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我跟他是不隶属的 那你就不要讲这个假话了 事实证明就不是这个样子嘛 那么好了 你认为说隔了台湾海峡 你就你认为这个天然的屏障吗 你认为美国会出兵来帮忙台湾吗 你看看现在你就跟这个大陆的 你就你说不要把这个国家逼到一个绝境 你没事你就三不五是在挑衅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底线的 就是就像这次俄国也是一样 但你等于是让我忍无可忍的 我一方面你是骗我们 一方面我对你这样子 结果呢你们这个北约还在搞这个名堂 所以我觉得说台湾当然有一样 有不一样的地方 有一样的地方 像你刚才讲了很多了 我就先不多说了 但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大家不要忘掉 我们真的要很严肃的告诉我们的台湾同胞 台湾朋友 乌克兰它是个独立的国家 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吗 不是 当然以民进党立场来讲 我们台湾 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对的 但你自己 自己 自己寒爽啊 自己高兴的你可以这样讲了 但请问世上 到底有多少国家承认你 是不是 你当你 这个中国大陆认为说 两边的宪法 两边的宪法都是主张一个中国的 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 你任何一个国家来干涉 就是干涉内政 就是你干涉内政 所以它的一个 引起这个 外国来干预的一个 一个合理性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你就是干涉我们的内政嘛 更何况 乌克兰是个独立的国家 哪个国家去帮他忙啊 也没有啊 北约都不敢过来 也没有过来 那你认为说有台湾海峡 这样一个 一个屏障 你就真的能够 阻挡得了 万一发生战争的时候 今天我们一点都不是 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了 你看看现在大陆 这二三十年 我们自己觉得惭愧耶 这二三十年 我们在台湾搞些什么东西 那大陆 它现在进步到一个 什么样的程度 包括它的军事 武力的一个发展 它要对付你台湾的话 它手段多得很 是不是 精准的很 我们说一个炮弹精准的 我们台湾经得起打吗 而且刚才也特别 乌克兰难民很多 他还有地方逃 对没有错 那往东逃啊 往西逃啊 你坦克车从哪里来 我就跟相反的方向跑啊 请问台湾跑到哪里去啊 要跑到哪里去啊 可能当然一发生 当战争开始的时候 有了 有人就会跑掉了 有日本属于日本籍的 属于美国籍的台湾人呢 有钱的人跑光光了 倒霉的是谁 小老百姓 乌克兰在 乌克兰在战争发生前的时候呢 其实 因为就像 胡锈柱讲的 小柱子讲的 他有难民 他的难民分两边跑 如果乌东的 比较清俄罗斯的 他就往俄罗斯跑 那俄罗斯呢收容他们 同时呢也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补贴 那如果认为是亲西方的 不亲俄罗斯的 他就往波兰跑 他难民分两边跑 那但是呢 那些呢都是难民 真正厉害的 在战争还没有发生前一个多礼拜 二月 今天今天是二月二十五号 二月十三号 光是二月十三号 乌克兰呢 乌克兰的基辅机场的起飞的包 包机 当天呢 所有的包机呢 跟私人飞飞机 乌克兰呢排名呢 前一百大企业的老板 当天跑掉九十六个 嗯就是 就像我刚才说的嘛 这有钱人早就跑光了 有很多呢 平常在乌克兰的议会里面呢 讲话很大声的人 议员呢跑掉三十几个 议员呢 自己国会议员 选择国会都跑了 那你就知道呢 其实真正有本事的人都跑了 战火发生的时候呢 他都不在现场 他家人资产都已经转移了 早就转掉了 台湾不会有温暖民 因为台湾是海岛 但是台湾第一时间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这种人跑掉 搭包机啦 搭私人飞机走掉的 剩下的就是在台湾困守台湾的 当然我们要留意就是说 这一次虽然已经接近尾声的 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场的战争 非常快速的外科手术式的 达到了他的他的政治目的的 这场的战争 你要你要特别留意是 普丁在发动战争前的讲话的时候 他用到了一个概念 他说他要他要进到乌克兰里面呢 是因为乌克兰呢 去俄罗斯化 对 他除了去俄罗斯化之外 他希望了乌克兰未来的乌克兰去军事化 而且去纳粹化 什么叫去纳粹化 纳粹就是反共的代名词 他说去纳粹化 他指控了乌克兰在进行种族灭绝 想要把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 那全部种族灭绝摧毁他们的文化 这种的情况 我非常不希望两岸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 有一天呢也用相同的语言 在处理两岸的问题 可是你刚才讲的话 是不是跟台湾现在起因是 一模一样 去中国化 是不是我们现在去中国化 中国驻滚回去 是不是中国驻滚回去啦 去中国化啦 一切凡是中国的都通都都是不对的 都都是都不是个东西啦 是不是中国的一切都不对 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就是一切去这二十多年以来 是不是都在去中国化 就希望我一再想到是期待关系给切掉嘛 那今天这个俄国 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不是讲的是同样的话吗 他因为乌克兰在做同样的事吗 而且他今天到了 就算进军到了基普 打下来基普 其实我认为说 他不是真的要消灭你乌克兰 不是啦 对不对 在军事上 乌克兰还是他的一个 一个缓冲的地带啦 可是他不能够容许 容许你这样子去这个去俄罗斯化 等于说我们讲这个去中化 他没有办法忍受你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我们同样用台湾的话语来讲 俄罗斯无法忍受乌克兰狭外之中 对 狭外之中 那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一模一样啊 完全一样啊 好那不管是这种的 狭外之之中 或者说呢 在自己的政治的掌控范围之内呢 去俄罗斯化 在台湾呢 去中国化 努力的呢 对于呢 对于呢 境内的俄罗斯人 或者对台湾境内的中国人 贴标签 然后用标签化的方式呢 慢慢的 要不然就把你赶走 要不然就是消化你 发动各种的舆论 采取一种的尖锐的 就是说把台湾内部的政治立场的不同呢 变成是种族跟意识形态的冲突 其实一模一样 完全一样 好这点呢 要非常的小心啊 换句话说乌克兰的内部情势的演化 甚至连时间序列都一样 乌克兰真正成为一个独立 乌克兰脱离俄罗斯 而独立是1991年 1991年的时候呢 是李登辉在在执政的时候 台湾走上台独的道路呢 也差不多是同一个时间 换句话说乌克兰走独立的道路 跟台湾呢 想要走上独立的道路 到今天为止都是30年的时间 所造成的情绪 几乎呢 是在战火边缘的情况 也几乎都是一样的 所以看到乌克兰发生的事情 千万不要以为 在台湾呢 这个是不会发生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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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